台灣的市場是鏡頭野生跟娘子的占差不多各半 所以這兩個價格會有點制衡 價格會差不多 這跟我上面就秀的價格一樣 那我以無聊來舉例 如果今天無聊是台灣野生的 那它價格一定會落在3000塊左右 基本上台灣野生就是要一般的價格1.5到2倍的價格 通常是3000塊左右 那種會比較特別 如果你買到1000多塊 那種說湯也是很吃不太的 一台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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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 那外面曬的那個嗎 外面曬的都進口的 進口 那個都進口的 因為進口的我們主要加梨化街店面還有一些南北的澳湯 還有我們有女士行動養後也在工商 所以它是整體度供貨的 OK 好那我等一下會做物理指針的料理示範 你們等一下會有兩片 那你們等一下兩片你把它撕成4條 這個有一個線頭 不可以是再把它撕掉 就是你先同意 兩個都把它拆開 兩片把它拆成4條 那我付出一點 你在家裡你要料理的話 你去廚房準備 這種料理方式是用油烤的位置 你去廚房準備這四樣東西 三樣東西 醬油碟子小盤子叉子 你就可以在家裡料理 甚至在客廳也可以料理 然後記得不可以拿碗 是小醬油碟子 小淺盤子 因為你在這裡火 它火在燙 你如果碗子比較清 它火在燙的碗邊 會被裂掉 所以你不能拿魚肉深度 你只能拿一種淺盤式的 小淺盤子 要不要再記得 再給我 然後這個 這個原理 它是屬於淺盤式的原理 所以這是涼金油 可是你在家裡拿這個 我剛剛講的 醬油碟子小盤子就可以了 它原理是一樣 它就是一樣 這種淺盤式的那種 器皿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 我剛剛講 你把這個廚房撕開 撕成條狀之後 你用刷子 沾酒 不好意思 那個酒是58度 基本上 是58度高粱酒 比較常見 那不一定要買到 金門高粱酒 因為我們等下是用烤的 只會你本身自己會喝 那就買金門 買好一點的高粱酒 如果你只是要丟掉零用的 你知道買到58度的高粱酒就可以 通常一兩百塊 那種一瓶就可以了 或是你找其他 有58度 像這是我們那個 我看到的咖啡酒 這一瓶也有58度 這個也可以搞 我們取決它的酒精濃度 1-58度 然後再來 先不要點火 用瓶子刷過 因為我們正宗之前 其實都有擦過 然後都有擦過 油跟自身 擦過一些瓶酒 因為畢竟它在外面 附曬 有機會灰塵 我們已經擦拭過了 可是你要料理之前 我們都是 會建議客人就是在 就是在 在擦拭過 那你在家裡 如果沒有這種 比刷沒關係 你用面紙或 廚房紙鏡 直接沾絲 刷一下 嘗試一下就可以 因為這是插機就馬上要丟 那等一下我剛剛因為我要料理好 所以我要把全瓶子刷掉 不好意思 再來點火 再來 記得 無瓶子 千穿三球 找一碗瓶酒 點火 你就會 才有火 韻韻 黑衣酒 黑衣酒本身不會燙 你沒碗瓶酒 你一點不會倒 像這樣子點火 再把火引下去 引到那個 那個 那個表面上 繞一下 火就會點倒下來 這個位置就是58元 因為58度 你口渡用蟋子 在這裡點火 你今天拿28度 38度 就兩酒 你點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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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等下我就被動 然後就這樣 我剛剛看不到 看不到就麻煩你自己拿一下 OK 那在烤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 固定 不要去壓 不用搖 為什麼 因為我們衣紙會建議吃 外酥內丘 我們不要搖 就是它外面會快熟 裡面慢熟 它原味就會鎖在裡面 如果你一直搖 它受熱均勻 反而裡面容易過熟 這樣你切掉 固定 這樣子要多久 十幾秒之後 它會有陸續會啟發的聲音 像這樣子 左邊這邊已經好了 右邊這邊還沒到 另外再加強 其實不用去咬它 其實很簡單 像這樣子 這面已經好了 這面弄完這邊 你只要這樣就好 因為一條 所以我們先做魚醬就OK了 那裡面不用熟嗎 裡面不用熟 基本上烏魚卵加工程的烏魚子 它變成超過五分熟 那你表面在料理一下 就能力量超過七、八分熟 那 如果今天一吃全熟 你如果切得烏魚 它吃起來就是比較香 可是它的烏魚子本身味道 都會全部流失 所以烏魚子就像牛肉一樣 我們基本上吃七分熟 表面稍微料理一下 裡面是軟Q軟Q的 這樣會比較好吃 會比較嫩 會比較嫩 OK OK 好 冷藏 是不是要 冷藏 你烏魚子 剛剛這個小姐她問說 那要冷藏 烏魚子基本上 如果你進去會吃 你放冷藏 那兩個看起來 要不然會連動 OK 好了 像這樣子已經好了 那 像這樣子已經好了 就等快吃下去 就再切 好 好亮的 啊 不有行 你還要再補嗎 沒關係 不好意思 你要補再補一下 因為我這邊還會再補 不會 不會 不會摸前面 你不會摸前面 過來一點點 馬上 我這個再烤下去會焦 好 再一張就好 再一張就好 這個不能再烤 謝謝 因為基本上金黃我就不能再烤了 再烤下去這個口感就定了 那我們趕快試試 可是像我們熱的時候 像我們以前熱的時候 我們要拿著烤箱烤 不能用微光 烤箱烤 烤箱烤 你吃個八粒烤起來都會太硬 微波 沒有 微波也不對 還是你要直接用 因為蛋白質的東西 你要經過燒烤之後 它那個原味差別 味道香氣才會跑出 好像 來 這個膠調部分變化 因為它那層墨比較容易熟 只是表面可以把它刮一下就好了 它並不是真的 整個膠調 它只是那層墨比較容易熟 然後再來 切的時候 就是切 有一點厚度 這樣子 你看這樣子切起來 就是會 有點像人參片 像這樣子 有點像人參片 然後再搭配那個 你們桌上有那個蘿蔔 梨子 跟蒜 有一點黃色的是那個 水梨 你就是可以兩種口味 蘿蔔蒜 不好意思 我示範一下 蘿蔔蒜是傳統風味 然後水梨 加味子就是另外一種風味 水藏的這個 對 有點像蘋果 可是水梨 我們今天比較好吃 因為蘋果會有點蘋果醬 會有稍微搶味道 真的 你們再烤的同時 你們說上 有一盤那個是 烏魚子干貝 所以我們把它捲成瘦 再切一片 我們新的產品下去捲的 那個招在裡面吃的 你們邊烤的時候 再等的時候 那個烏魚子干貝 太厚就不好吃了吧 像這樣子 你看 你看吃看看 你們等一下可以自己 好 其實很簡單 記得你接下去 不要整個碎掉就可以了 不要把它整個碎掉 我也挖下去 自己動手也比較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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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這個水泥很難 記得先把兩個包裝撕開成十條 是否有一個 還可以 沒事 該先吃一個吧 你吃一個嗎 好 少點一個 好 沒關係先燒一個好了 等我在上面 吃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